這份是給小鳥在那邊的作息時間表 你怎麼回來?可不可靠? 那邊有工人錄社賣料給我的 你說可不可靠? 這些不再重要了,老公你看看 小鳥睡到十二點才起床 還要凌晨兩點才關燈睡覺 那豈不是還晚過看劇本? 這樣的時間怎麼上學? 大家看完餐單再說吧 早餐就吃漢堡包和薯條 午餐就炸雞、炸芝士 晚餐還要薄餅和意粉那麼膩? 一條菜也沒有? 他十二點才吃第一餐 應該叫午餐、晚餐和宵夜 飛利在發育肉 這些東西又油又熱氣 沒有營養,他不可以每天吃 等等,他還寫著 宵夜每晚宵夜會吃十包薯片 二十包糖和六盒雪糕 這麼多東西,Philip也寫光了嗎? 吃不順就丟掉它 開而已,沒說寫光了 我估計他是開十包薯片 逐樣是為了試味 很糟糕 讓他吃宵夜、領食放題 哪個胖子也算了 現在還要他做大浪鬼? 大家看得到 大家都明白 Philip在那邊為什麼不死得回來? 想不到那個Gaga竟然這麼重Philip 你那個前妻根本不會照顧兒子 我聽前輩說,學好就三年 但學壞就三天而已 明天Philip回來 也不知道會不會已經變成一個壞了的人 這個星期Philip跟你們 你們這麼有空來找我,不陪他? 因為有些教育上的大方向 我們想和你談談 Philip在我那裡喜歡做什麼都行 他開心就可以了 讓你們都會選擇跟誰人住 我也知道你這個女人很喜歡玩手段 但我真的想不到 你中得Philip變廢人,你也不介意 我不准你說我兒子廢 不過就算他真的廢了也不要緊 我有很多錢,他下半世根本不用有 錢我們也有,不過我們緊張他的健康 你給他這麼多糖,這麼多汽水喝 你知不知道他會鑽牙嗎? 如果他真的鑽牙的話 我認識很多醫生,幫他換過牌牙就行了 如果他吃得癡胖呢? 會有膽固醇、高血脂的 我有很強大的醫療團隊 可以盯著他身體各樣指數 總之我不會讓兒子有事 你現在是做人體實驗 你根本不是真心疼Philip 你是在害他 我想做回媽媽的責任,所以我才敢對他 他過得開心的話就自然會選我 選了我之後,我自然會有辦法教好他 嘉嘉,學壞三天,學好三年 你覺得這麼容易就可以教好他嗎? 兒童心理學說過 小朋友喜歡做什麼就任由他們做 他要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心 才會自發性學習 而且我現在經常稱讚他 他很有自信 我覺得比你們好 你們天天罵他不太好 我們說他是想教好他 如果你們不認同我的教育方式,不要緊 前提是你們放棄撫養權 你這個樣子我怎麼會放心把兒子交給你 不要緊,我們把選擇權交給Philip 學校試藝堂 老師要他畫一幅畫叫做我得家 你看看他畫得怎麼樣 這個是我,那個是他 我們的家就是這樣 你們已經沒有地位了 他連我也沒有畫下去 不是這樣的,輝 以前我真的很擔心跟你們無法鬥 但是我跟Philip相處了幾個星期 我發現親生真的是親生 我跟他真的很選擇 如果你們沒有任何問題的話 我就先走了 老公,我現在怎麼辦? 兒子都在他那邊 還可以慢著,我們不要這麼快就認輸 不是那邊 什麼不是那邊?我們看著 死了,要再來我 雙手碰完蒙食又碰上兒子 骯髒了 怎麼會這麼大聲? 你忍吧,行不行? 我們一罵Philip,我們就輸給家賈了 你的樣子別這樣, 寬容一點 對著兒子, 辛苦了 冷靜 媽媽, 我們平時不是七點開飯嗎? 為什麼現在還沒聞到飯香? 爸爸, 知道你喜歡吃薄餅 所以我們今天不煮飯 點了薄餅給你吃 有薄餅吃, 吃薄餅? 平日你們說吃這些是不健康的 我跟Terry吃你們都說的 現在買了你的份 就別這麼多意見了 我還是說說而已 好, 有薄餅吃了 不如我們吃完再玩吧 好啊 不好, 阿楓 你這麼難得過來陪Philip玩遊戲 Philip, 一邊打, 一邊吃 爸爸餵你 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好 吃吧 姐姐, 我也沒手 不如你也餵我吧 好, 我咬爛它 餵完之後再拉出來餵你 不用了, 我自己打完機會吃了 老公別這樣, 我們要像嘉嘉一樣 先打著Philip, 等Philip選我們 我們再搞好他 Ina, 媽媽, 我想吃炸雞 來, 炸雞吧?來, 吃吧, 乖兒子 我沒吃了 你別怪責吃了 我怎麼做? 又死了 這關很難 看來今晚已經過不了關了 明天約他再打吧, 不行 還以為今晚可以爆機 威給紀安看 沒辦法, 你明天要上學 樓頭再玩也不夠時間了 那倒是 爸爸和Minda媽媽 一定要我在十點前睡覺了 對了, 不如下星期 你來嘉嘉媽媽那裡跟他打通宵吧 他一定會給的 他給你打通宵機? 是 我們都比, 你就在這裡打吧 是呀, 你喜歡打到十二點 十二點、兩點、兩點 你喜歡打到多少點都行, 乖兒子 五、四點 打天亮都行 開派對吧 來, 吃雞 鹿仔, 摸摸我們, 真的在這裡 先找位置坐吧 來, 吃雞 嘉嘉媽媽, 可否點了甜品? 當然可以, 你想吃什麼? 我想吃朱古力新地 但我對朱古力敏感 平時Linda媽媽也不讓我吃 她們笨而已 敏感的話, 一早要找醫生 開包含敏感藥 待會你吃完朱古力新地 又不舒服的話, 吃粒藥就沒事了 你很聰明, 嘉嘉媽媽 這個武門, 我要爆… 你這麼冷, 威 蘇菲娜 爸爸, 天娜媽媽 你明知道自己吃朱古力會敏感 你還吃朱古力新地 你是不是傻了?跟我走 不行, 今天Philip仔是跟我的 你不要強帶他走 我一定是他爸爸, 我也有他 跟我走 Philip仔, 你不用怕他們 你聽不到嘉嘉媽媽媽說的嗎? 你們再這麼煩, 我就跟回他住了 Philip, 你敢再說一次? Philip仔, 你什麼時候變得這麼沒禮貌? 我農曆年是不會被人威脅的 我不管你之後喜不喜歡我 想不想跟我們住也好 我今天是你媽媽 我有資格管教你的 難道見到你撞上牆 我也不妨礙你, 你不說話嗎? 你看看你, 還咳嗽成這樣 去看醫生吧 放手 你給我放手 好, 我帶他看醫生 就會送他回來你那裡 走吧, Philip 這次Philip仔一定會生你們 我一定會贏 對不起, 老公 老婆, 不要這樣了 我也有提醒自己 我也不可以這麼衝動 但是我最後真的忍不住罵了他 糟了, 現在Philip一定很討厭我們 如果讓他選擇的話 他一定不會選擇跟我們住的 那也未必 我們可能還贏了一條街頭 為什麼你這麼說? 要是剛才你拘捕Philip仔的時候 我看到一些你見不到的東西 去看醫生吧 放手 你替我放手 總之我帶Philip看完醫生 我一會兒會送他回來你那裡 走吧, Philip 等Linda媽媽拿完藥就可以走了 剛才Linda媽媽這麼兇罵你 有沒有生她? 笑一點吧 但我看見你笑的 什麼時候有? 還裝作弄?你被她拉走的時候 我看你這麼緊張, 我有一點開心 我明白了, 有人在嘉嘉媽媽的家 就自由自在乖 反而現在就想有人管? 會管我的人才是真正舍有的人 這個道理我也是明白的 我為什麼真的會生他? 他真的這麼說? 他真的這麼說 老公, 我也說了 現在的小朋友很聰明 我明白的, 如果你對他好 他心裡是會知道的 想不到Philip原來喜歡我們管他 好, 我以後就一如名正言順地 做個父母管教好他 怎麼坐得這麼近看電視? 看壞眼睛 坐遠一點坐在爸爸的旁邊看 小朋友 大了近時你就知道味道 吃一隻鮑魚吧, 老婆是你的… 謝謝老公 宋飛立, 你在做什麼? 吃飯吧 吃飯兩隻手吃的 你另一隻在哪裡? 殘廢了嗎? 快點正正經地拿這隻碗 新一條腰吃, 誰敢吃飯的? 宋飛立, 你要交的功課 你收拾好洛書包嗎? 這件衣服炒成這樣 你為什麼不叫工人躺? 我幫你出去躺, 還有 你睡覺前幹嘛喝汽水? 你睡前替我拆多一次牙, 知道嗎? 我幫你出去躺好洛書包 爸爸 什麼事? 你是不是瘋狂了? 弄得媽媽現在什麼都管我 不是說你喜歡她管的嗎? 你說你明白的 我是喜歡她當我媽媽, 但不是管家 很想快點下個星期 去家家媽媽那裡住 你這個臭小子, 一時一圈 你真麻煩 就跟妳打架我們 בא一通 後來, 我聽到一些 我現在真的看到你 在 registration隔壺 那個是 kunne可說 你 replyorn修法 我不說 painting 你又面幾個 我這裡頭